酒人 角度 所以恳请你出山 救救我呢 得了绝症的孙女嘛 恳请你生下出山 叔叔 我们苏家 本年年月的寺候你 如今 苏家失an的玻璃 除了我那孙女外呀 苏家所有的后代 都皆是酒囊饭带 只有我的孙女能重振苏家 倘若您不出山救救她 苏家的百年继业必毁于一旦 孙女生 我只剩三月的寿命了 小苏啊 生老病死皆是命中固定 钱财乃身外之物 你可知我活了五千余年 这种什么样的痛苦 孙女生 你青春永驻 从古代活到了现代 有数不清的身份 也经历了数不清的风雨 老球怎么能与你相比啊 老球我随死不足惜 可是我那身份绝症 有才貌无双的孙女 实在是可惜了 爸 既然你如此执着 看得你尽兴多年 不是我的份上 我便答应你出山道 谢孙女生 谢孙女生 孙上你可知 您当年 一度在云城的血脉 似乎有麻烦了 死血脉 七八年前 我的确与云城女子 有过雨水之患 难道当时台有了身孕 他们全部被囚定在云城的秦家 秦家那帮人呢 逼不他 嫁给一个傻子 云城秦家 找死 孙上 是否请四大战神踏平秦家 不用 这件事我亲自动手 能成秦家 你们准备好接受我的怒火了吗 喜伍儿 媳妇儿 媳妇儿 老表 逃了这么多年 还是没有逃出我的收掌性 七年前你逃婚 害得我秦瑞丢进了脸面 今天 我有幸邀请到了云城各大家族 来看顾淼淼的笑话 更是有幸邀请到了京城苏家家族来观礼 这苏家是京城的大家族 秦少爷的手腕可真是通天 连苏家家主都要来赏脸啊 哎呀 苏家老爷子和我爷爷是故交 这次来啊 是愿我做甘孙的 恭喜秦少爷 能拍上苏家这个大株 日后秦家定会一飞冲天呢 顾淼淼 你是不是后悔当初的选择 对 秦瑞 整个云城谁不知道你皇宁无度 让我嫁给你我还不如去死 你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做我的女人是你的福气 听说你逃婚后被一个企业去见语了 还生下了这么一个小野种 你不是喜欢野兰人吗 今天我就让这个傻子玩死你 你要干什么 你罢给我女儿 小傻子 你那好事来喽 来人 你把她悠过巴了 你们要干什么呀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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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姐也没吃饭吗 放开我 住手 谁敢动我的女人 你什么谁呀 我是顾淼淼的老公 哦 原来你就是那个臭乞丐 我说怎么离这么远 能闻见一股嗖 李长生 我找了你七年 这七年你去哪儿了 那还用问吗 肯定是要不到饭了 想蹭你喝傻子的喜酒 臭乞丐 如果你从我的胯下钻给你 我可以赏你两口饭去 因为用心在人的话来说就是 我绿的 今天我放这条生物 我只带走我的女儿和孩子 嘿 你算了什么东西 你也配绿我吗 今天你和这个剑表 是一个月走不上 来人 把这个臭乞丐 腿给我打断 秦少爷 你说的要求我都答应你 他不过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乞丐 你放他走吧 淼淼 你我在 你不会再受任何苦 你会是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 魏长生 我为什么要跟你走 你现在就是一个 什么都没有的乞丐 我跟你走了 我和女儿跟你睡大街嘛 淼淼 你相信我 只要这些你受了很多苦 只要跟着我 我不会让你再受任何苦 魏长生 七年了 我怀孕满世界找你的时候 你在哪儿 我带着女儿流浪的时候 你又在哪儿 你就是一个吃干抹尽 就不负责任的混蛋 这位先生你怎么了 先生你怎么了 你还好吧先生 先生你需要帮助吗 你 你干吗 我 我不知道 卫长生 卫长生你个父亲害 你给我滚 滚 卫长生 连你的女人都嫌弃你 我要是你呀 我就找块豆腐撞死算了 情少 情少 他对于你来说 就是一个可以随时捏死的 臭药犯的 你放他走吧 卫长生 你快走 带女儿走 七年了 你这美色还是不减当年 你要走 只要你做我的女女 我就让他带你女儿走 我答应你 我不答应你今天 我必须带你们一起去走 卫长生 你是当乞丐 当的脑子坏掉了吗 今天你不走 我们都得死 我要走了 你真打算给他当奴隶吗 不 我会自杀 苗苗 我能救你们 相信我一次好 就一次 太感人了 你们是在验什么苦情剧吗 可惜我该也没来 没看到这么好的剧本 我们走 今天你谁也别想带走 抓住 我看谁敢走 奶奶 奶奶 你救救我奶奶 秦少爷 要把我嫁给你个傻子 谁是你奶奶 你和我们顾家可没有关系 你这个不争气东西 还不跟我死在外面 奶奶 这京城苏家的家主 可是马上要让秦少爷 做干孙子呢 秦少爷 既然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得罪了您 任由您处置 即使您今天打死他 我也绝无二话 你这个贱人 谁要逃婚的 顾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混人 混人明明明都是你们设计的 你还敢还嘴 顾家把你嫁给秦少爷 你不知道赶完人带走就算了 他敢逃婚 你想死吗 这个臭姐放开我 我现在糟 你就是把淼淼肚子搞大 负责手段 想入最顾家的土豹子 我和淼淼只是一场意外 会负责到底 你拿什么负责 你个臭药犯 我看你翻遍口袋 也掏不出撒瓜俩子 他就是跟在秦少后面当条狗 也比跟在你身后讨半强 他就是癩蛤蟆想吃天鹅肉 看你这副样子 也想吃软饭 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 你们够了 再怎么样 魏长生也是我的男人 你男人 你有婚约的是秦家公子 而不是这个野男人 秦少爷 要不要当年一时糊涂 给这臭小子骗了 您再把他纳入名下 哪怕当一个暖床的丫头也好 我喜欢他的时候 我拿他当宝贝 我不喜欢他 他是个什么东西 别和他们废话来聊 我带你走 今天他们所欠你的账 我会医合他们清算 走 你走得了吗 我可是邀请了我干爷爷来看戏 您说这主角都没来 这戏他能演吗 奶奶 光一个秦家我们就多对不起了 苏家对于我们来说 更是天阳的存在 得罪了苏家 我们顾家可就万劫不复了 我秦瑞做人一向宽宏大量 放不放过你 你奶奶说了算 顾奶奶 顾淼淼 你生是秦少的人 死是秦少的鬼 今天死 也要死在秦家 顾淼淼啊顾淼淼 连你最亲近的人都抛弃了你 你就是个连狗都不要的烂户 对了 我忘了还是有一条哈勃高学员一样 奶奶您就好好看戏吧 姐姐啊 从小到大 你一直都洁身自好 今天我倒要看看 曾经那个冰千玉绝的冰美人 是怎么在一个傻子的胯下 变成妖艳精祸的 林公子 我顾家一向为您满手是瞻 您可千万不要迁怒于顾家呀 你们 为什么 为什么全世界都要和我作对 晓晓 晓晓对不起 妈妈不应该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受苦小晓 晓晓不苦 妈妈不要怕 妈妈还有爸爸呢 爸爸 胡话 我们在哪儿 我一定会照顾好你们的 不会让你们再受委屈 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自己的妖魔 独自量力地动入行 呸 我说秦瑞 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再好戏 什么时候才能开场 唐索老莫提 来人 把这个小狐狸精和小野种给我捆起来 等我干爷爷一来 就让这个女人和这个傻子 上演一场活成功 许瑞 我本来想让你多活一段时间 可是你不珍惜 包括今天在场的看戏 有一个算一个 走 他们走不了 死到临头了还是个大事吧 在座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我动手指就能戳死 我说小伙子 在座的大部分人都可以当你爷爷了 你低个头认个错 说不定秦瑞还可以放过你 你把眼睛擦干净了 谁是爷爷得看清了 你 你看我这个是车 喂 哥哥 爷爷说 你的年龄比他的多大 是真的吗 是啊 算段时间 明天应该是我五千岁的生日了 你是魏爷爷 放过他 我不仅不会放过他 等顾淼淼被傻子玩完以后 我要把他卖到叶总会当小姐 我要把他的女儿挖去双眼 扔到街上做乞丐 真奴义 我 五千年了 是第一个敢对我动手 秦瑞你可以准备好一言了 魏长生 你个傻叉 五千年 你以为你是谁 王了吗 什么王吧 他就是个绿毛龟 马上啊 他也得被傻子绿呢 哎 说的好 被傻子绿你也是毒一粉 你们简直牛耻 怎么了 还护起绿毛龟来了 你真把他当老公了 不要脸的破鞋烂破 秦瑞 你真是找死 今天谁都救不了你 哈哈哈哈 魏长生我告诉你 这只是开始 待会我会把你的肋骨 一根一根的打断 让你像狗一样趴在地上 眼睁睁的看着你的女人 被傻子玩 苏家家主到 干爷爷您可来了 再晚点就出个好奇 我什么时候说 要认你做孙子了 那您电话里不是说 认我做干孙子吗 我这说啊 要得到了孙上 我要打死你个贵孙了 孙上 老奴旧嫁来此 请孙上夫人恕罪 苏爷爷您这是干什么 苏爷爷 苏家家不想给这个贱人下来 这怎么了 孙上 你难得受伤了吗 这世上 还有人能使你受伤 没事 臭臭 长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苗 以后我会给你解释的 你这个狐狸精 究竟使了什么手段 迷糊了苏家主 一定是你勾引了苏家主 苏家主 这个女人 最擅长的贵人男人了 你不要被她骗了 你这个死丫头 还不给我中损 苏家主 岂能是你小舍跟的 苏家主 还请您数岁 我这个孙女 长一张臭嘴 都会说话 孙上 需要我出手吗 不用 请叫我亲自来的 你干什么 你不要过来 我 不要杀我 长生 长生 你快来 小小不行了 长生 小小从小就跟着我在外面流浪 打娘胎里就落下了病羹 现在 已经是心脏衰竭晚期了 小小 我的女儿 你的命怎么就这么苦 不怪你 是我的错 我不会让小小死的 医生 我的女儿怎么样了医生 病了已经是心脏衰竭晚期了 只怕是大罗金鲜也无理回天了 你在想想办法吗医生 还有办法吗 住手 你在干什么 我在给我的女儿治病 你懂医术吗 你有嫌疑资格证吗 你这分明是在谋杀 会杀我自己的女儿吗 谁知道你现在有什么坏心思啊 我看你分明就是想把你女儿弄死在我们医院 还让我们医院费钱 长生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我女儿死在你们医院 小伙子 你懂中秋 中医可是博大今生 没有几十年的静音 那是不行的 长生 我们别闹了 这是我的命 我认了 我这是你的命 魏长生 就给你逆天改命 主任这 这 闭嘴 这难道是四川已久的金针九转之法 小小你吓死妈妈了 小伙子 你刚刚用的可是金针九转之法 想不到如今还有人能认出我的独门针法 小伙子 小伙子 我愿意拜你为师 主任你疯吧 懂什么 金针九转之法 可是明朝声音 未有真的不传绝技 你 你太老了 没机会了 那我的我还年轻 你嘛 太蠢了 学不会 奶奶 奶奶 苏家家住已经表明了 不再顾问为长城与秦家知识 没了苏家的壁虎 顾淼淼一家 死丁 可是秦家少爷刚刚发布了江湖封杀料 这要让我们整个顾家万劫不复 不过 我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想办法 一个月 什么意思 听说最近云晨来了一位大人物 云晨第一家族唐家 正在为这个大人物筹办寿宴 为此唐家下令 云晨一月内 不得造下杀孽 那一个月以后呢 秦家公子一向欠分手了 顾家死定了 我们要是能有那个大人物的帮助 就好 那是唐家巴结的大人物 岂是我们这种小门小顾能结交部 顾淼淼 你就是扫把箱 是你害了整个顾家 依我看 就把顾淼淼绑起来送回秦家 看你们谁敢 顾家死活我不管 但是你们谁胆敢动顾淼淼一根痕 把她错骨扬灰 唐总管 好的 谢谢 回头前啊 立马打到您的卡上 世青 我从唐家总管找了关系 只要顾家把顾淼淼等人赶出家族 秦家就答应放过顾家 不愧是我的好女士 奶奶 我跟招呼两个女人以后才结婚 跟我男人相比 顾淼淼 你找的眼男人也就是个废 男人把顾淼淼给我赶出去 那唐老爷子 我里卖什么药啊 上个月不是办过寿宴 听说是要为一个唐家得罪不起的大人物 举办寿宴 就那个位子 就是为那个大人物准备的 您可是唐家主佬 到时候给我引箭引箭啊 顾家高 顾家才刚一个亿的资产 凭什么参加大人物的寿宴 坐哪啊 爸 你走 真的有个小子 走啊 什么 魏长生 你干什么 这可是唐家的宴会 你不要胡闹 你一个人送死 别带上小小 那个小伙 他有什么资格坐在那儿 他不过是个乡下来的 没见过世面的小别赛 魏长生 还不赶紧给我滚下来 你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 不过是沾了我的光 才能参加如此高级的寿宴 天要使其灭亡 必先使其疯狂 你真是在自找死 魏长生 我看你是被秦家吓傻了吧 顾淼淼已经被我逐出家门 这个小畜生 跟我顾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就是个无名的被 我看 不用等 现在就要要你搞定 秦家人停留 我弄死这个小别赛 唐家可汝 哎 把他给我抓起来 您可来了唐老爷 这 唐某不才 今天 特意 给魏前辈 举办寿宴 请魏前辈用茶 魏前辈喝 葫芦东海 寿宾难安 我他要亲了 起来吧 本上 您终于回归了 荒唐家主 今天这事 必须得给我们一个交代 身为唐家家主 怎么能给一个小年轻的现茶呢 我唐家 颜面和存在 魏前辈 正是我们家的恩公 我们家现在拥有的一切 都离不开 魏前辈 不可能 一定是假的 不可能 唐家 当然能恩公 怎么可能是一个 连毛都没长齐的 超小 放 恩公离开时 你是刚刚出生 你怎么能清 我不相信 他拿什么来证明啊 对 你拿什么证明 你当真要我说 有我什么不能说的呀 你说这我还抱过你 我记得 你左边的屁股上 正中心有一块红色的胎记 嗯 魏长生 你别以为你靠上唐家这棵大树就没事了 一切都是你逼乱的 不是奶奶想把你赶出顾家 是芷晴这个配钱货 芷晴 还不过来给妙明道歉 奶奶 长生啊 你有唐家做靠山 你怎么的早点儿 奶奶说 魏长生 你隐藏的够深呢 芷晴 你明天啊 去看张酒宴 一呢 是给我们妙妙接风 二是给我们女婿 赔罪 欢迎我们妙妙回归顾家 魏长生 是我们顾家的大工程 有了唐家做靠山 我们顾家的古董生命 一定会争争遇上的 为了感谢顾妙妙一家 对我们顾家做的贡献 来 妙妙 什么 奶奶 我不同意 顾妙妙不是顾家的种 她只不过是大伯 抱怨的孩子 她有什么资格继承顾家 你必然 畅生啊 妙妙出任董事长之后 你们就赶紧把婚接了吧 她这么多年 跟你也没有个门份 说出去啊 不好听 我一定会让妙妙风风风风风风风的 嫁给我 特地收回找个华为最耀眼的女主 妙妙 解死吧 好的奶奶 婊子 撒住 都给我去撒 来 少爷 大老爷去世前反复过 那个人只会帮秦家一次 只有在家族面临生死危机的时候 才能打那个电话 您确定吗 爷爷说过 电话那头的人尊贵无比 整个家族 京城的大家族加起来 只有颤抖的份 我虽然不想用这次机会 但是魏长生不死 瞒解我心头之痕 是 解牛了 少爷 好消息 刚刚唐家发布公告 魏长生只是和唐家恩公长得很像而已 是魏长生骗了唐老爷 什么 齐哥 这是谁呢 魏长生 你不会是从上一世带来的吧 这个年头 谁会用这么破的手机啊 世青你干什么 这个魏长生就是个骗子 唐家刚刚发布了消息 魏长生只不过跟唐家的恩人长得很像而已 唐老爷子被骗了 你说的是真的 这一切都是魏长生的阴谋 为的就是把咱们顾家占为己有 说不准当初 顾淼淼 就是被魏长生这种下三烂的手段骗了尸身的 常生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你 你真的是个骗子 若若 若若 你回头听我给你解释好吗 奶奶 你还不把他们赶出顾家呀 我们才把淼淼接回顾家 再赶出去 你回头听我给你解释好吗 说出去不好听 可是秦家这边 大不了 我再去请我表叔 保顾家一命 遇见王天虎和秦家关系不错 上次因为这个赔钱货 我们顾家已经损失了一半的资产 你可得跟你表叔说说 尝尝尝尝要一点 你和芷晴马上就要结婚了 咱们可是一家人了 奶奶放心 包在我身上 西子湾楼盘明天看盘 长虎可是为我在西子湾 选了一套小楼王作为我们的婚房 你们好像也要结婚了吧 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家男人骗数高超 这些年想必骗了不少钱的 要不要明天我们一起去挑套婚房啊 我们 我们还没有 可以 可以 我们去 小唐 帮我在西子湾敲一套房子 西子湾 您喜欢什么户情长 西子湾那个楼王就是我预定的 要不然我就把它送给您吧 楼王 奶奶 我给芷晴买的那个小楼王啊 那面积内采光 别提多好 奶奶 你知道吗 这个小楼王 可花了我们家长虎 真正三千万 哎呀 我对长虎这孩子是越来越满意了 郭淼淼 你们准备买什么房子啊 当然是这里的楼王啊 不是不是 卫长生 你把我们都当傻子吗 你知道这里的楼王要多少钱吗 要他们挣挣两个亿 长生 我们别闹了 他们走吧 尊敬的准业主长虎先生 您的小楼王可以随时交付 不不不 听说这个傻子要买你的楼王啊 就他这穷鬼样 也买得起价值两个亿的楼王 何况我们的楼王 早就在两个月前 被一个神秘买家订走了 魏长生 你吹牛也不分分什么场合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能在西子湾买房子的 这位先生 西子湾属于高端楼盘 您要是实在是消费不起 或许隔壁的贫民窟更适合您 长生 我并不在乎您有没有钱 但是我希望你脚踏实地 我不希望我的男人 是一个吹牛大王 我能买得起 等会儿您就知道了 请问哪位是魏先生 我是 请问哪位是魏先生 我是 西子湾的楼王已经是您的了 您随时可以交付 等等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他这种穷鬼 怎么可能买得起这里的楼王啊 就在刚刚 有人把楼王买一下 送给了这位魏先生 刚刚 是你说我是穷鬼 可能去拼命购买房子的社会 谁让你得罪这位先生的 赶紧给这位先生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先生 是我永远不是泰山 对不起 走 慢着 我们去看房子 妈妈 接我 妈妈 我害怕 如果你还想让你的女儿 见到明天的太阳 今天晚上 让魏长生带着一千万来见我 晓晓出事了 我们快走 我的虎哥呀 这次就全靠你了 我先绑了他的女儿 只要他敢上一次 我就绑他了 合作愉快 奶奶 求求你舅舅晓晓吧 她也是你的孙女啊奶奶 我可不认 你们连婚都没结 我们顾家一分钱也不出 就是 自己惹的麻烦自己解决 别想连连转的问题 你们还年轻 当大不了再生一个呗 长虎 长虎求求你 你求求你表叔吧 让他帮我 想想把长虎 你女儿的死活 关我什么事 今天有我在 我不管你们顾家的死活 但是谁胆敢动顾淼淼一根寒猫 把他错过杨徽 一条人命一群吧 这是王天虎的规矩 这个王天虎 在云城还是有一些实力的 一般人都不愿意惹他 村上是否需要我为您安排一些人手 不用 你给我准备一辆车和三个亿 我亲自去会活 老大 那小子还没来 是不是死了 先把这个小杂种给做掉 是 老大 小朋友 看来你这个怂蛋老爸是不准备来救你 放心 等我宰了你之后 很快就会送礼跟你老爸 我爸爸很厉害的 他一定会来救我的 住手 我爸爸很厉害的 他一定会来救我的 住手 你就是王天虎是吧 魏长生是吧 把我女儿放了 狂啊 钱带来了 跪下 否则我宰了他 这样 我来做人质 放了我女儿 我就答应你下跪 下跪下 就你这种软骨头 也配老子亲自动手 来 把爷爷的鞋挺干净的 说不定爷爷的心情好了 可饶你一条小子 把鞋带回车上 老子让你舔鞋 你耳朵聋了吗 刚才 是你说的一条人命一千万是吧 怎么 你有意见 三十个人 三十个人 什么乱七八糟 我这卡里三个亿 都是你们的 魏长生 你脑子是坏掉的 这么着急给爷爷送钱来 按照你们的规矩 一条人命一千万 刚好三十条人命 看来你是活逆 找死 给我上 把他拿下 你要干什么 要你的命 说吧 你想怎么死 不就仗着你自己很能打 让我打电话 五分钟之后 让你跪下叫爷爷 好 我给你半个小子 你把你认识的阿妈阿宝都叫回来 全都接了 行呀 小赵 等一会儿 有你好兽 诶 龙哥 诶 是我 小王 对对对 事情是这样的 龙哥 就这个小子了 嚣张得很 还说龙哥你是阿猫阿狗 这样自己功夫在身 哼 我倒要看看 是谁如此不把我龙天羊放在眼里 龙哥可是四大战神之一 西境龙帅麾下的战将 一根小拇指就能把你这个小鳖三活活戳死 怎么 小鳖三不敢说话了 刚才不是挺嚣张的吗 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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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大大大大大事 你他们才是小鳖三 你全家都是小鳖三 我今天就要打死这个小鳖三 龙哥 你是不是打错人了 他是我心目中的神 你竟然让我来对付他 我打的就是你 今天我见过 他怎么打得是 你认识我 在二十年前 你在教四大战神学武时 我有幸在远处见过你一年 为虎作仓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走 此短一闭门 是我瞎了狗眼 不该和您作对 却大人饶我一命 听说 你要要我的命是吗 是秦瑞指使的 他给我三千万 挟持女儿来杀你 只要你放过我 我愿意将我一半的价钱送给你 对了 我和你们顾家有关系 超乎是我侄子 秦瑞 上次让你侥幸逃了一几 没想到你这回真是老寿星 吃披窗活得不耐还了 我跟你啊 带上你的战裤包围秦家 我要把整个秦家化作灰烬 带上你的战裤包围秦家 王哥 事情发生怎么样了 魏长生的师弟挺冷的吧 啊 你这个狗东西 差点让你别害了 西京龙帅属下的战匠 在魏长生面前 只有瑟瑟发抖 你自求多佛 不是 王爹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秦瑞 林家已经被我们的部下 围的水泄不通 你今天就是差事也难逃 秦瑞 你动我就算了 你还敢绑架我的女儿 我看你真是阎王桌上 偷共同的 敌死贵涌 你信不信我只要打一个电话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你动不了我 那的 一定要接 一定要接 你是在找我吗 秦瑞 就是爷爷口中说的大人吗 秦瑞 不过是我当年随手扶持的一个小家族吧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不需要知道 你只需要知道 四大战神都是我的弟子就好 这不可能 秦瑞 今天不仅你得死 整个秦瑞 都得为你陪葬 和自卫之吧 我本 因是清风 朝起山川 暮沉江海 不理人间 而如今 我有个妻子 但凡有人敢伤害他们 一丝一毫 便踏平着山川江海闹 天翻地覆 长生 这次 谢谢你救了晓晓 哎呦 你在说什么呀 晓晓可是我的女儿啊 晓晓这孩子 从小跟着我在外面流浪 吃尽了苦头 这次 看在你舍身忘死救她的份上 我就替她原谅你了 那 你呢 你原谅我的吗 这 就看你表现了 你好 请问可以把门口那个钻件 给我们看一下吗 先生您好 这款钻件呢 是我们店的震见之宝 海洋之星 当然呢 它的售价也是高达五千万元 五千万 都能得半个顾价了 要不我们再看看别的 如果两位嫌贵的话 我们这还有两千万的 一千万的 五百万的 请问你们要哪种呢 有 两万的 我们店 可是华夏珠宝集团旗下的门店 可没有你们要的这种垃圾货色 这种便宜的钻节 只有狗才会带 你说什么呢 我说的就是你们这些穷狗 一上来作为我们的镇店之宝 结果 却是连两万块钱都掏不起的穷鬼 赶走滚 厂生 我们走 等等 我去打个电话 市长 您要买婚件 您说的是华为素跑集团 市长您忘了吗 华为素跑集团 本就是您的公司了 您拥有华为素跑集团 百分之九十九个五分 我的公司 四十年前 京城业家为了报告您的救命之人 把这家素跑集团送给了 这些年来一直是业家贷值管理 我帮您联系一下 朋友 你以为海洋之心你喜欢吗 喜欢是喜欢 就是 有点太贵了 好 你先出去一下 等会儿给你个惊喜 我会让你们亲手把海洋之心送给你 送给你 你还真是太阳地里望星星白日做梦呢 一个乞丐想要饭 赶紧滚外面去 您就是卫先生吧 什么都和你说过了吧 祝家 都跟我说了 一切 请您的吩咐 经理 这就是个抽药饭的 干嘛对他这么客气 闭嘴 他是你的老板 什么 老板 蠢货 整个华为珠宝阶层老板 你明天可以不用来上班了 这不长眼的东西 赶快给我滚 老板 这是您要的海洋之心 老板 老板 你没事吧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我没有 这 这是那家店的海洋之心 他怎么会在你这 这就是我给你的惊喜啊 你别是偷来的吧 你快给人还回去 永永 嫁给我好了 我一定会给你准备 一个世界上最盛大的婚礼 我一定会让你成为 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这几年来你和晓晓受了不少苦 是我的问题 我一定会想办法弥补你和晓晓的 给我一机会好吗 奶奶 我让常武去查了 那个楼王的所有者 根本不是魏长生 而是叫魏九珍 真的 不是他的 一定是魏长生 跟寿路处经理和其伙来 骗我们的 岂有此理 这个小骗子 难道如此戏弄我们 即使秦家完蛋了 他也休想从我们顾家 取走淼淼 进 青法郎亭一尊 南海玉观音一座 大师公杨指玉海剑一尊 还有 现金五百万 这些呢 都是我给顾家的彩礼 我们家常虎对我可真好 好好好 我是越看常虎这孩子 便满意了 姐姐 你们家那位呢 他给你准备了多少彩礼啊 能拿下西子湾的龙王 想必出手一定很客气 彩礼这个东西 给多少无所谓 只要 他对我和孩子好就是 姐姐 你不会还幻想你能住上那个楼王吧 窗户已经查过了 那个楼王的所有者 不是魏长生 而是叫魏久珍 魏久珍 魏久珍 是我以前的名字 魏长生 装 你再接着装 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我看你能拿出多少彩礼钱 哼 我能给的 你给不起 常生不是这样的人 这就是他送给我的戒指 他叫海洋之心 现元说值五千多万呢 就这颗戒 能值五千多万 我看就是十几块钱地摊货逃来的吧 你 你 你 走死 奶奶救我 都住手 魏长生 今儿你要是没有长虎给的彩礼多 休想从我们顾家取走秒秒 再给谁 是我决定的 王天虎求见 怎么这个傻心找上门来的 一定是上次魏长生得罪了他 现在直接找上门来了 魏长生 我到时候看你这次走死的 魏长生所做的一切与顾家无关 天虎大哥 你要怎么处置他 我顾家绝对没有任何人在 王天虎 看在长虎的份上 你可千万不要牵连顾家呀 魏长生 看在长虎也是我侄子的份上 希望这次过后 咱们恩怨了情 这是我的陪礼 都在里面了 都在长虎的份上 赔礼 这些 就是我说的给顾家的彩礼 笑死我了 这就是你给顾家的彩礼 这么小的包 怕是连一百万都放不下吧 这包里的东西 买下整个顾家 都绰绰有 真是癞蛤蟆打哈欠 口气大 云城娱乐股权转让协议 大河地产股权转让协议 天虎沙场股权转让协议 什么 长生 这些都是你给我们顾家的彩礼吗 我决定了 顾淼淼以后就是古董公司的董事长 明天的健保大会 由顾淼淼代替我们顾家参加 你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还不是看在我家长虎的份上 也不知道奶奶怎么想 竟然把董事长给了她 他们两个小年轻的呀 对古玩健保一无所知 到时候看他们两个怎么处扯 哎呀亲爱的 他们两个外行哪里比得上你呀 年纪轻轻就在云城的古玩街 占有一席之地 我已经安排人做了局 保证待会儿让顾淼淼颜面尽尸 主动辞去董事长的职务 到时候这个董事长的位置 非得要数 老公你真好 你们给谁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我们去看看拍品吧 昌生 我们家虽然是做古董生意的 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有接触这件事了 放心 一切有我 我玩这方面我最擅长 那真是太好了 啥 我可是活了五千多岁 这个世界所谓的专家和我项目 都是败的 哎 昌生 看那边有好多人 我们去看看吧 走 来来来 大家都过来看看 我这玉茶壶 可是大开门的老物件 这可是唐代玉雕大师的 魏子刚的作品 就上头把魏子刚的作品 我都不信不信 逗逗 哎 昌生 这是魏子刚的作品 我一定要拿下 我们出价两千万 昌生 这个壶不会是假的吧 是真的 放心 两千五百万 三千万 四千万 顾淼淼 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现在市场上啊 造假技巧高明 别第一次出手 就打猎 栽了跟头啊 那你就主动辞去董事长这 我们出四千五百万 魏昌生 看你这次还怎么翻盘 四千五百万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成交 小姐 刷卡吧 好你个顾淼淼 才今天让董事长第一天 就给公司买了奖货 这个壶这么精美 怎么可能是假壶 这个茶壶 是我亲眼看见这个摊主 在假货市场上逃的 你 哎姑娘 买病离手 您这买了假货 可不能怪我呀 这是真的 哈哈 你过什么 哈哈 哎子高 这壶不错 输我了呗 你这泼皮啊 从我这顺子了多少好东西了 魏昌生 你怕不是被这四千五百万下傻了吧 你这农村出来的小鳖三 懂什么叫古玩吗 他不会把家里的破碗烂壶 都当成了股东宝灰了吧 魏子刚大师的珍品 一般有两款 一款是壶底的底款 还有一款是隐藏款 而这款玉壶的隐藏款 就在 壶嘴里 你胡说 我从小追随父亲 竟饮古玩十余年 怎么没有听说过魏子刚大师的珍品 有两个款的说法 那是你孤陋广人 一定是你自欺欺人 古玩可是我最擅长的 我怎么感觉 在你最擅长的领域击败 你有没有丝毫的成就感 不信 她说的不错 这确实是魏子刚的珍品 魏子刚的作品 确实有两个款 你这个小姑娘又是谁啊 她可是京城博物馆的 鉴定天才少女 苏国珍 这个玉壶很不错 比去年家世德上拍卖的那只杯子 还要好 你就是苏国珍 小苏啊 爷爷一直很喜欢魏子刚的作品 如果能够把它买回去的话 爷爷一定很高兴 年轻人 我苏家出一亿五千万 买你这只玉壶 何否 年轻人 这个是我老婆拍下的第一件仓品 我们不卖 两个亿 怎么样 不好意思 不卖 三个亿 你可不要太贪得无厌 你的爷爷叫什么名字 我爷爷的名字也没有自得知 小朋友啊 我还想告诉你一句千金难得买 他人心头洗 你还是养好自己的身子吧 相信我们很快会再见面 苏苏 我们走 竟敢借我苏长青小朋友 臭小子 别让我再遇见你 好吧 我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三个亿的古董 还是魏子刚大师的作品 就让我这么给卖了 什么 你们两人用四千五百万 买了长虎放出来的假货 这个败家娘们 结果那个假的是真的 当场就有人花三个亿要买下的 真的吗 我们顾家是做古董生意的 还真缺这么一个传家宝贝 奶奶 那个玉茶壶本来就是长虎拿过去的 能不能还给长虎 你个小妄体子 还没结婚呢 胳膊肘就帮外拐了 那是我们顾家的传家宝 当然归顾家 昨天那个一直磕瘦的小姑娘 现在正在顾家门外 奶奶 她就是要买玉茶壶的人 告诉她 不卖 可她说她是京城苏家的人 什么 苏家 我快请她进来 别别 我还是亲自过去吧 这个玉虎 是我们顾家的传家宝 但是要能与京城的苏家交好 也不是不可商量 你在说什么 我是来找卫神医的 卫神医 她说的卫神医 不会是卫长生吧 怎么可能 卫长生那个死骗子 怎么可能是神医 苏姑娘 我说过我们会再次见面 臭小子 怎么会是你 是你爷爷苏正南让你找我的吧 你就是爷爷说的卫神医 怎么 不像吗 有这么年轻的神医吗 我没见过 不再想没有了 你 真能治好我的病 这么说吧 你的病 除了我 这个世界上 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治愈 苏小姐 你不要被她骗了 她就是一个从农村出来的你腿子 闭嘴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快给卫神医道歉 快 苏小姐让你给卫长生道歉 卫长生 对不起 看来 苏正南说的没错 你的确有进程苏家的能力 卫神医 你打算什么时候给我治病啊 你怎么了 快 带我进去下大酒店 姐姐 你可知道今天来找卫长生的 是什么人 什么人 是京城大家族苏家才女 苏长青 你有屁快放 人家苏小姐年轻貌美 而姐姐你孩子都七八岁了 外加上人家是京城大家族的千金大小姐 现在又有酒与魏长生 你说 这光男两女共处一室 姐姐 你猜会发生什么呢 不可能 长生不是这样的人 她说过 她会一辈子对我好的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她现在就在苏小姐住的酒店里 去不去有你 你的病是因为先天气血不足才导致的经常咳血 想必 你母亲在怀疑的时候 受过伤吧 我先当年遭到仇家的律师 受伤套了以后 再拼死了什么下头 好了 你先把衣服脱了 说什么 叫你脱衣服是因为你现在身体很虚 我等会下身的位置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插尺 你该不会是想成绩让我便宜吧 我是医生 你在我眼里 只是一个我需要救治的病人而已 哎 你干什么 不是你让我脱的吗 你脱到外套 你让我脱到里面啊 你的病情比较严重 等一下我一旦开始失真 就不能停下 而且中间不能受到的干扰 听清楚了吗 嗯 人渣 人渣 秒秒 没了一定是误会了 可是现在到了治疗的最关键的时候啊 初次治疗结束了 你身体太虚 才会导致的气血不足 赶紧回床上休息吧 哎 我没力气了 你帮我上床吧 这样不太好吧 胆子这么小 还是个男人 雷十一 我好冷 那个苏小姐 男女叔叔不亲 那个你要觉得冷 我可以帮你把空巢打开 从小我就失去了母亲 大家都说我活不过二十五岁 我好害怕 可是自从遇到了你 我觉得好有安全感 你所谓的安全感只是 病人对医生的一个依赖感 我是有老婆的人 苏小姐 再见 阿贝神医你别走 小姐 把这姜茶喝了 暖暖身子 小姐我不明白 卫生医是有家事的人了 为何你还要 还要什么 勾引她是吗 爷爷和我说过了 卫生医的身份 超乎人的想象 她一声令下 可以决定无数人的生死 可是小姐 你也没有必要牺牲自己啊 这些年 随着爷爷年迈 苏家在京城的势力 一天不如一天 等哪天爷爷归西 京城的这些家族 势必会像恶狼一般 把苏家蚕食干净 如果我能得到 卫生医的帮助 苏家定无后顾之忧 可是卫生医 已经有老婆和孩子了 据我所知 她和她老婆 还没有结婚 我还有机会 我是苏家的长女 还比不过一个小家 听出来的女人 苏家能有小姐 这样的继承人 真是太幸运了 您说的是真的 云城顾家 真的是京城顾家的分支 顾淼淼不是大伯 抱怀了个野孩子 竟然是京城家主的儿子 堕我嘴 就是主家出去的狗 也不是你们可以侮辱的 你们在干什么 想必这位就是淼淼妹妹了吧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顾万重 来自京城顾家 你的表哥 顾家 表哥 京城 我想你是弄错了吧 怎么可能呢 爷爷的遗嘱里说了 当年 你的父母 被仇人陷害 出了车祸 你就被爷爷 放到了云城顾家寄养 遗嘱 爷爷去世了 十分不幸 老爷子前几天 病危昏迷了 医生说也没有多少时间了 我这次回来 就是带你回归顾家 参加不久后 爷爷的葬礼 对了 你的名字 还是爷爷给你取的 顾长生 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我 我还要再想想 我们是不会让主家的血脉在外流亡的 想必这个时候 你的女儿也已经在前往京城的路上了 我的女儿 好 我答应跟你们走 李娃子 一分钟内 我要京城顾家的所有资料 时候 京城顾家不是我们的人 他是京城第五大家 家族内高手无数 资产高达上万亿 已经远远超过了 前四大家族的任何一家 那为什么 他们没能晋升四大家族呢 因为他们没有战神 对了 最近 顾家有什么动静 顾家老爷子已婚 立了遗嘱 但是让人疑惑的是 他立的遗嘱当中 他所有的资产继承最多的 不是他们顾家任何一个人 而是一个偏远小城市里 好 通知晋升各大家族 告诉他们 我回来了 师父上一次来京城 就掀起了一场新风险雨 京城的家族 云落了一半 才形成了现在的四大家族 看来 京城的天要变了 你要回京城 你太好了 我跟你一块回去 我把你带在身边 就是希望你见到我老婆以后 向她解释清楚一切 恭迎尊上 恭迎师父 好 李娃子 起来吧 他竟然是北京龙帅李正道 魏朝生竟然是北京龙帅的师父 李 李娃子 魏朝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连北京龙帅都要给你下跪 我平时不怎么在公众场合露面 并且我的资料跟档案都是绝密的 你认识我 魏龙帅 爷爷拜访您时我曾远远看过一面 你是苏家那女娃子 你的病治好了吗 多亏了魏神医 魏神医 魏酒针 好了 不要再万人面前说这些了 来 让我看看你这人长进了没有李娃子 可以啊李正道 这些年功夫没有落下 师父 你这太欺负人了 等那三个家伙到京城 一定也让他们吃这苦头 等等 难道京城四大战神 都是你的徒弟 你猜呀 哎 好 我知道了 师娘找到了 她就在地毫饭店 如果你开口 我马上带人去包围整个顾家 不用 你是你药卫 这件事就识管你师娘 我亲自出手 给我安排辆车就行了 好的 你会开车吗 你让我堂堂夫家大小姐 给你开车 怎么 不愿意吗 愿意 非常愿意 师父 这里可是京城 我正是怕有亲自出手 管理下去 全程警备 随时应对一切突发事件 是龙帅 妹妹啊 这么些年你流亡在外 我这个做哥哥的 也有一定的责任 来 哥哥敬你一杯 嗯 为了给妹妹你接风洗尘 我请了 神厨赵一甲的徒弟 亲自为你下厨 谢谢哥哥 可是 我的女儿呢 不急 等到了顾家自然就见到了 妹妹你刚到京城 京城这个地方汇聚了很多青年才俊 今天哥哥我就特地给你叫上一个 可是哥哥 我已经有老公了 你怎么回来的臭药饭呢 你回这儿 臭药饭呢 我这一身衣服十几万 你回得起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你又是你撞到我 撞你怎么了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才使得到地毫饭店 看完长寿面吃 华为人就是低竟 你别走 别走 谁 谁 谁给你的手掌 在我华为大地上叫我杨威 谁给你的勇气 在我华为大地上输我通风 你谁啊 我不过是一个 我和你中的华辈子 我可是高贵的大汉子你 你敢打我 我不仅要打你 还要背 你想干吗 刚才是这条腿鸡腿的 走了 我的腿 我的腿 这是咄咄打的人 来充军 救我 住手 好大的胆子 知不知道 仔终先生是我顾万重的朋友 有这样的人渣做朋友 想必你也知道 赶紧放了仔终先生 不然 我让你知道得罪你的下场 什么下场 得罪了我 我让你在整个京城 都没有容身之力 那你知不知道 如果得罪了我魏长生 我让你三更死 眼眸不敢夺你到五更 长生 你怎么在这儿 淼淼 你就是淼淼口中那个 没结婚的老公 是有用的 看在淼淼的份上 给你个机会 跪下 给仔终先生道歉 乱冲军 不能这么轻易放过他 我要他死了 顾万重 不要照顾你顾佳的身份 就可以为所欲为 苏家小姐就是你的靠山 原来你只是个 站在你里面废墨的 苏小姐 苏老爷子年纪可不小了吧 一旦老爷子归了西 苏家就更难得出去 你 从未长生 不需要任何人做我的靠山 我就是我自己的靠山 不管你在小小的云城 多么能呼风快 但是在京城 是龙你就得给我趴着 是虎你就得给我握着 我捏死你 就像捏死一只蚂蚁这么简单 小哥 你就放过他吧 他斗不过顾佳的 魏长生 你快走 放过你也可以 但是你要离开了 并且永远不能出现在他身边 苏苏是我的女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指手吧 魏长生 你走吧 我不想看见你 苏苏你听我解释行吗 那天就是个误会 我连只是给苏姐看病而已 顾小姐 是我爷爷让卫神医为我治病的 我卫神医之间是清白的 这都是一场误会 魏长生 我不想看见你 我不会相信你的 你走吧 长生 对不起 你不知道 顾佳的势力有多么的恐怖 小子 我们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你在我面前也只有铁鞋的方法 为了给苏苏接风启程 我特意请了神出赵一甲的徒弟 亲自想象 我的世界 你想象不到 神出赵一甲徒弟 看来 我的世界你同样想象不到 方才 你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是吗 等会儿我请赵一甲亲自为你做一道寿宴 真是笑死我们不长命了 神出赵一甲已经十余年没有亲自做过菜了 你让他为一个残废下煮 等会儿我让赵一甲亲自为你做一道烧烟 他的味道还是做得不错的哟 还有你 再敢说他一句残废 就撕了你的滋味 我当然要看看 能不能请赵一甲 你真的有什么意思 赵一甲是华为第一神主 十几年一直在研究古菜品 就算是京城第一家族魏家的家族 也不见得请不动 魏家家 他不行 我代表我不行 你还真是狂的没边儿 连魏家家这个不放在眼里 敢不敢跟我打个赌 好啊 有什么 你要是请不动赵一甲 你就永远不会开忙 并且从我画下钻过去 好啊 如果你要是说了 就把这碗面 一楼吃干净 没问题 淼淼 这可怪不了你不要跟我 这就是他自承担 长生 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有预约吗 没有 没有的话只能在一楼吃糖食 你连包厢都进不去 还想让赵给你亲自下去 郭老弟 这好久没见 你去哪儿了 孙哥 我这儿有个朋友 大言不残念想请赵老夏招 师傅 不可能 我师傅已经好多年没上过手了 听到了吗 他 就是赵一甲的徒弟 你连包厢都进不去的废 低河饭店不是每个人都能进的 你们这群乞讨的鬼滚出去 等等 我这儿 有一张你们的白金会员卡 按照你们饭店的规矩 凡是持有白金会员卡的会员 都可以进入包厢 白金卡只能在这儿享受最小的包厢 嘿嘿嘿 魏厂生 没想到 如果不是一个女人 你也包厢就进不去 我这里有一张钻石会员卡 你要是求我的话 我就可以看在你可怨的份上 进 厂生 放手 放手 不要 放 会员卡 我就是这个吧 陈哥 这什么卡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这 魏厂生 你不会觉得随便拿张卡 就可以冒充低河饭店的会员吧 这是赵雨甲亲自送给我 别 你见着别 孙哥 你这什么表现啊 这是至尊黑卡 低河酒店有个至尊包厢 从未定外开放 只有吃至尊黑卡的人 才能去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什么至尊黑卡 因为低河酒店 从开业以来 只发过一张至尊黑卡 报告不当道 孙哥 那张卡会不会是假的 很有可能 我师父说 他这张卡只送给了一个前辈 肯定是这个小别三儿 伪造的 肯定是这样的 接下来他要请不来照了 看我怎么羞辱他 我师父现在正在闭关 研究古裁护 任何人都不见 能请我师父来做菜 肯定不可能 小兄弟 你想吃什么金饭点 等会儿我让赵雨甲亲自做给你 谢谢你啊 这世上原来还是有好人的 哼 曾经征战沙场 铁骨铮铮男儿 又岂能威一碗的折药 为什么是啊 请不来赵老爷别发脾气啊 喂 小赵 我在地豪饭店 过来给我做顿饭 小赵 你装的也太过了吧 淼淼 你真是瞎眼了 你怎么会喜欢这种人 你要赞给他 小赵是你叫的吗 如果你今天不能请我师父出山 我定叫人撕在你的嘴 你什么耍我们的 啊 来吧 云子爷四马难追 别让我瞧不起 推荐你的承诺 表哥 小龙子还是走吧 你的好意我心灵了 要不要通知龙帅的 喂 师父 您可算来了 这些年啊 我盼星星盼月亮 您可真来了 行了 先别去救了小赵 我现在需要你亲自下厨 做一桌生日宴 师父 你怎么来了 来来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一位啊 可是我的贵人 我之所以能够在华夏当第一厨师 全是靠他的帮助 按道理呢 你应该喊的一声师爷 怎么可能 他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是您的师父 跟你师爷道歉 我 怎么着 还需要我说第二遍吗 师爷 对不起 不可能 这是假的吧 啊 你想吃什么 小赵说 我可以随便点了 当然 这里是低好酒店 这里山珍海味 美味佳肴 凤兔都有 我 我想吃酸辣土豆丝 和西红柿炒鸡蛋 师父 他在侮辱你 居然让你做这么寒酸的菜 我们低好酒店是为有钱人服务的 这样让我师父和低好酒店的脸往哪儿放 小赵啊 你这个徒弟我很不喜欢 咱们低好饭店创立之初 可不是专门为有钱人服务的呀 给我滚 出你后 别说你是我徒弟 师父 我跟了你二十年啊 怎么能一句话你就让我走呢 滚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酸辣土豆丝了 你也不看看这谁做啊 魏长盛 你什么意思 你说的呀 一言即出四马难追 别让我瞧不起你 魏长盛 我劝你做人留一信 我不完成 也不是好惹他 我知道日后留一信 可是你不配 你说什么 至今没有感人在我的地盘上动手 你亲天来了都不行 你给我老实点 妹妹 把我求求请 但是 表哥 你当初让长盛往你胯下钻过的时候 他可没让我为他求请 等等 魏长盛 我可以给你钱 五百万 一千万 一千万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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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盛 徐妙妖 今天的事我 我叮当 十百分还 顾小姐 整个事情的过程就是这样的 现在 像魏长盛这样的正人君子可不多了 长盛 我相信你 所以 你还是要回到顾家身吧 我生生父母的死还没有查清楚 我怀疑 凶手就在顾家 妹妹 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顾家是不敢动你分毫 长盛 我现在是越来越看不懂你了 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瞒着我 我 等你想说的时候你再告诉我吧 为什么你不愿意向顾小姐突露了的身份 人生在世多短短百年 红颜枯果 生老辈子 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不会短短数年 我担心 他知道后会承受不住 等等 我怎么听不懂你的意思 等你成为苏家真正的进程人之后 你自然会知道我的身份的 爸 你说爷爷为什么要把家属智慧和自由的遗产 交给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丫头身上呢 难不成大方的死 他们知道是我们做的吗 哼 就算他们再怀疑 也没有证据 不然我们二房 也不可能稳坐顾家这么多年 咱们干脆趁着顾苗苗什么都不知道 直接 咱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家主之位落在顾苗苗手上吗 让我再想想 按照之前的计划 你只要娶了顾苗苗 咱们就可以拿到爷爷的钱 但是现在 你们华夏有一句话 生米煮成熟饭 只要我拿下那个贱女人 取得遗产 朴家便立即与顾家展开深入合作 行 听你来买 但我有一个要求 我要宰了那个打伤我的 在海中先生放心 就算你不说 我一定会把他牵刀外挂 李楼帅您怎么来了 私下里叫我李叔就好了 师傅 我这次是来找您的 有一位您意想不到的客人想见您 哦 还有我意想不到的朋友 谁啊 师傅 请允许我先卖个棺子 等您见了面就知道了 真没想到 您就这么闯进来了 顾家的人 甚至一点发现都没有 天下知道 没有我李正道进不去的地方 啊 当然了 有师傅在的地方 就是给我十个胆子 我也不敢闯 我知道里面那位是谁啊 人呢 躺在床上的是谁啊 这不是顾家老爷子吗 听说顾家老爷子已经昏迷已久 时日无多了 奇怪 怎么有其他人啊 龙帅大人 难道要见我们的是淼淼姑娘 他怎么还不来啊 不用找了 起来吧顾家家主 不愧是四大战神的师傅 京城四大家族的最高首领 魏前卫 作为京城帝国大家族的家主 能知道我的身份也不足为奇 京城四大家族的首领 这不愧是真的吧 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哎 顾家主无需多礼 你至少还有一年的寿命 为何要对外界赢 魏前卫 叫我尊上就可以 是尊上 尊上如果愿意帮助我 我愿意把整个顾家交给尊上 做这尊上能帮助我诛杀叛逆 以后顾家的家主就是淼淼 能当上京城五大家族的组长 果然都不简单 你这个老狐狸 顾淼淼是顾家掌房唯一的血脉 加上他又是我的妻子 借我的侍 那么将来 四大家族肯定都会支持顾家 那么百年之内 顾家肯定会混坐华为第一家族的宝座 顾佬 你的如意算盘 打得可真是响啊 罪上受罪 我只是顺势而为 绝对没有也不敢有 利用罪上的意思 帮助顾家也是帮淼淼啊 帮淼淼 我怀疑淼淼的亲生父母 就是我那不孝的二人所伤 什么 当年我顾家大方 一脉死得过于蹊跷 大儿子死后 旗下产业 为我的二儿子迅速吞并 也正因为如此 我才秘密地把淼淼送我云城顾家 不料七年前淼淼的下落被二房得知 所以淼淼养父母惨死 被下嫁到秦家 都是因为不嫁二房对吗 正是如此 但这一切我都没有证据 加上这些年 二房视力逐渐扩大 我难以掌控 我不得不假装昏迷 立下遗嘱 引蛇出洞 需要我做什么 是什么 是什么 来人 把他给我弄到床上去 魏长生 现在你的女人在我手上 这个绿帽子 你是戴定了 家主 小姐有危险 魏长生 长生 我好难受 他给我弄到床上 真骚啊 一看就是个骚子 这华卫的姑娘 真是水粒 魏长生 你给我等 等我弄完你的女人 就弄死你了 我来了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没有我的吩咐不要进来吗 你们怎么了 怎么是你 你怎么 我的腿 连我的女人你也敢动 你是活腻歪了吗 我的腿 我还玩女人是吗 我还你玩个够 你对我做了什么 没什么 只是废了你的第三条腿 魏长生 我会穷尽家族之力 妻子 你的孩子 就算他们跑到天涯海角 我也不会放过他们 本来我还不想这么快杀了你 既然你自寻死路 那我就满足你了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大韩国第一家族的唯一继承人 你们华为多少个家族赶着跟我们合作 在你们华为的西游记里 我就是打死的妖精 可惜 我并不是孙悟空 弟子何在 尊煞 换我命令 四大家族 终止与朴家的合作 是 魏长生 你被我的身份吓傻了吧 华为四大家族 怎么可能听你一个小人物的调遣 你这个废物到底得罪了什么人 父亲 发生什么事了 华为四大家族联手发布通告 坚持华为各大家族为票价合作 就在这一分钟内 家族的损失超过千文字 这 不可能 这一切都是假的 不可能 华带忠 你现在可以安心地去见延老 张生君 我求你放过我 你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常成君 你既然选择当乌龟 就要硬到底 你刚才嚣张的劲儿去哪儿了 常成君 我再也不敢跟你作对了 都是那个顾家二方支持我的 这跟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常成君 我自然是不会放过他 但是当你威胁我亲你的那一刻开始 你就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这 尊上都已经安排好了 已经开始着手铲除 朴家在华夏的残余室 把这个渣子的尸体送回朴家 另外 以后不准朴家 踏入华为半步 为者 傻无赦 是 长生 好 妙妙 你再忍一会儿就好了 常生 常生 妙妙 妙妙的药效已经去除了 你感觉好点了吗 常生 你觉得我好看吗 好 好 好看 那 你刚刚怎么不要了我 刚才你那是被药病倒了 我不能趁人之危啊 老胡董 老胡白 你这么说 倒也不错 你干嘛 干嘛 收七年的利息啊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 顾家为了得到你爷爷的遗产 已经不择手惯了 爷爷的遗产 不错 只有你和你的配偶能够得到这笔遗产 性嫖子和顾家合作 对你下药 就是为了得到这笔遗产 糟了 小小有危险 难怪他们一直不让我见小小 你不和我一起走吗 我父母的死因还没有查清楚 你放心 在得到爷爷的遗产之前 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爸 你说什么 崽宗先生死了 那咱们和朴家的合作 岂不是全报堂了 合作个屁 京城四大家族联合发布声明 禁止与朴家有任何合作 禁止朴家踏入京城办公 那 律师很快就会公布爷爷的遗嘱呢 难道咱们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家主之位 落到顾淼淼的头上 绝不可能 我们二房冒着危险 半条大方 为顾家辛辛苦苦打拼这么多年 绝不可能落到一个小丫头手里 那个小树上关在哪里呢 爸爸 好的 郭董 把这个签了 你就可以滚出顾家 凭什么 野鸡还想变凤凰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货色 还想入住我们顾家 是吧 痴心忘意 股权是爷爷留给我的 我凭什么让给你们 凭什么 也许你应该先听听这个 爸爸 小小 爸爸 爸爸 苦真不苦 苦不愿 爸爸 爸爸 想好了吗 我给你三秒 要是你不答应 我就让你到地府去见你女儿 三 二 我答应你们 只要你们 放了我的女儿 这就对了 等你签了字 就是你和你女儿的死期 你们若是感到顾淼淼一根汗毛 我会让你们死得很难看 伟长生 又是你 你们还想弄死我吗 弄死我 爷爷的遗产你们一分也别想得到 你信不信不信嘴 是 苗苗 万重啊 不懂事 被猪油蒙了心 背头啊 我让他亲自登门给你道歉 别生气 废 老爷 公子 外苗客人拜访说是云城顾家的 云城顾家 让他们滚 等等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 遇事一定要冷静 这都什么时候了 后天就要公布爷爷的遗嘱了 您还有心思去建几个箱吧老 这你就不懂了 这就是我们制胜的法宝 去 请进来 是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咱们 他找了个不争气的老公 不要跟我提那对狗男女 婉重 小妈了 我们给你一个野鸡变凤凰的机会 回去告诉你奶 我让她当众承认 当年抱走那个女婴 是你顾止情 而不是那个顾淼淼 这不会出问题吗 这你们不用管 只要你们答应我们的条件 第一云城顾家可以搬到京城主家 你们一家子都可以搬到京城来 第二自始以后你顾止情 就是顾家的涨房千金 尊贵无比 好我答应你 走去看不怪顾淼淼那个贱人 才在我头上了 有什么条件吗 那条件当然是有 我让你们跟我们顾家签订卖身期 好我答应你 怎么样也比留在云城墙 哈哈哈哈 好 就这么定了 他的妻女 是他唯一的软来 这么小的事情你可以办不好 要不是看待你这么多年 勤勤奋奋当狗的分身 你现在已经是与尸底了 谢谢大人不相信 这么多年的规划 一定不能前功尽弃 顾家必须掌握在我们手中 贵大人 手下已经想到一个绝妙的好办法 让顾家一定会掌握在大人的手里的 顾客想这个老狐狸啊 假装婚 他的目的就是在关键时刻现身 揪出你这个杀人凶手 行了 大人 我一向是为您马首是瞻 我都是听着您的命令啊 放心 暗地里的事由我解决 明面上的事你们一定要办好 大人 他真那么可怕吗 这个人捏死我 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 他到底是谁啊 你没有资格去打 是 晓晓 爷爷做的饭菜好吃吗 嗯嗯 好吃 爷爷做的饭是晓晓吃过最好吃的饭 真乖 比爸爸做的饭菜更好吃 赵深厨 您再开玩笑吧 魏长生的厨艺哪能和您比啊 哎 晓晓 我来看把你所艺的 怎么着 魏长 这边请 那包箱我已经准备好了 长青 你怎么在这 走了 麻烦来了 魏长生 我看你这次怎么死 魏长青好像喜欢旁边那小子 为了护着那小子 不惜为疑我 顾解为疑 长青 那小子跟你什么关系 与你无关 旁边那个女孩 就是那小子的孩子 长青 你该不会喜欢那小子吧 要你管啊 我喜欢谁是我的自有 苏长青 老子辛辛苦苦追你这么近 都没有答应 合着 是看上了个有父之父啊 哎 小子 识相的话 赶紧从长青身边滚开 否则你会死得很难看的 魏长生 快去把李龙摔好了 外面那个嚣张的小子 是京城第一家族 魏家的长子 魏家的继承人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赵老 你快帮帮忙啊 哎呀 这个问题啊 我还真解决不了 真让魏首自己解决 小子 耳朵聋了 还是说你想死啊 魏长 小张把火 到魏家的长辈 就是这么教导后背的吗 啊 谁给的勇气 对魏家承受花者 他上也别生气 他就是个什么都没见过的土包子 苏长青 你从哪找了这么一个脑残小白脸啊 赵老婆 我劝你好好说嘛 赵老婆 我劝您别多管秦深 免得惹祸上身 你 你叫什么名字 脑子行不更名 作物不感性 魏无言 什么 听到我的名字 是不是已经被瞎傻了 没听过 土包子不会是土包子 连第一金城魏家的继承人都不认识 小子 今天你侮辱了魏家 就是赵一甲 得保住你 照你们这么说 如果我得罪了你们 就是得罪了魏家 那我就必死无疑了 没错 我魏家 是京城四大家族之首 东径战神魏问天 同样也是四大战神之首 小子 我劝你识相点 乖乖爬过来给我道歉 我心情好的话 没准考虑考虑 还能原谅 怎么 想好了 归一下道歉吗 这一巴掌 打你无理不得 欺难罢隐 这一巴掌 打你无效不易 目无尊长 这一巴掌 打你以下犯上 竟先走 狗杂种 反了天了敢打我 来人 别宰了他 小伙子 我劝你一句不要冲动 到最后吃亏的一定是你 赵老 我敬你神厨的身份 尊称你一句赵老 你别在这给我依老卖老 今天地豪饭店要敢插手 连着一块砸了 魏少爷 他仗位有几分功夫在身 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 他再能打要怎么样 彼得过战神吗他 你 你要干什么 你真不把我魏家放在眼里吗 没想到 魏家的继承人 竟是一个仗着家族权势 杳无扬威的废 那也不是你一个空有武力 无权无视的家伙能比的 放 你以为你很能打吗 你再能打要怎么样 北京龙帅李正道就是我亲叔叔 他现在就叫魏家做客 有种的 你现在跟我去趟魏家 和你去一趟又如何 这个傻子 魏家是你想去就去想走就走的 到时候看我怎么拿捏你 胡帅 你说老祖宗入境这么久 为何还没通知我 师父的想法可不是我能揣测的呀 你说是不是老祖宗 魏家有些误会 教授 少爷在外面被人打了 什么 吴妍身边的人都是千里挑一的高手 还让人给打了 人家打 老祖宗就在外面 好大胆子 我还倒吃水 打了我儿子还敢来魏家 李子给我起来 魏家的眼面都让你丢尽了 爸 李叔 就是这个人 他仗着我一高枪多次羞辱 李叔 您可一定得给我做主啊 到了魏家还敢如是装模作样 还不跪下磕头 哼 魏家家主 好大的口气 不分青红皂白就让我跪下 难道魏家的祖宗就是这么教你的吗 魏家不可辱 必须跪下认错 那我要是辱了又如何 魏家 狗杂种 听见没 认跪下 你死我上 跪下 爸 你打我干嘛呀 你也知道 就算我只有你一个儿子 我打不死你了 爸 爸 爸 别打了爸 反正 爸 别打了 好了 为吴远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他如此品行 不配当魏家继承 快谢老祖宗不谢针 什么 他就是为啥不死 老祖为长生 哼 别敢说过老祖的名字 快给终于上跪下 谢老祖不杀之 谢老祖不杀之 吴远啊 你这次是捡回一条命 你知道吗 二十多年前 师父一怒 京城血流成河 无数家族倒台啊 我看老祖人死 是吴远 你无尊长 你下范上 都是顾万崇那小子挑拨的 不是让你少和那顾家那小子来往吗 不老让一家没一个好活 爸 明天顾家有一族人要认祖归宗 然后还有顾老爷子要进行遗嘱公正 他想让我代表咱魏家去城城场 遗嘱公正 明天你带我去看看 是 林木匆匆有其根 江水泱泱有其圆 今日我顾家族人顾淼淼 乃大方仪女 今任祖归宗 顾淼淼 请面对列祖列宗 行鞠躬礼 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看一下 顾淼淼并非顾家掌房之女 温总 你说什么 我说 顾淼淼并非顾家掌房之女 还另有其人 顾芷晴 你怎么在这 我怎么在这 我不来 难道让你一个纠战雀巢 欺名道士的骗子入住顾家吗 爸 顾芷晴 才是顾家掌房的千金 而这个女人 只不过是个骗子而已 不可能 顾芷晴是云城顾家二伯的 青蛇女儿 这个女人逃婚失身 可也男人有了孩子 这样的女人 会是我们顾家掌房的千金吗 这个贱女人 我们顾家绝对不可能 和她有任何关系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你们听我解释 不是这样的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你冒乘我的身份 不就是为了贪图顾家的 荣华富贵吗 奶奶 奶奶你听我说句话 你替我证明一下 奶奶不是这样的 我儿当年抱回的女婴 不是顾淼淼 而是顾芷晴 顾芷晴 你可有证据证明 你是顾家掌房之女 这是我父亲的遗物 这 这正是我们顾家的传承玉佩 这是父亲当年 传给顾家掌房之女的玉佩呀 之女啊 这些年 你在外面辛苦 你这个贱人 谁给你的胆子冒充我的 就凭你 你想飞上这堂当缝 就凭你 也想踩在我的头上 我现在可是顾家掌房千金 而你 就是一只烂在地里的野鸡 你男人呢 看他今天还怎么救你 我一般不打你 但是处你这个出什么犯 魏长生 你个小别蛋敢打我 你再敢说一个脏字 让你横着出去 混账 是谁把他放进来的 魏长生 你是怎么从魏家活着出来的 我警告你 这是我们顾家的家世 还轮不到你来管 远有掌房一物的 不一定是顾家千金 还有可能是杀死顾家掌房的凶手 哪来的野小子 我们顾家的事 还轮不到一个外人指手画脚 来人呢 把他轰出去 还有 把这个女人也带下去 听后发落 这个人是我带来的 魏长生是我魏家老祖 是我魏家老祖宗遗流出去的血脉 顾淼淼是魏长生的媳妇 也就是我魏家的媳妇 所以今天有我魏无言在 我看谁敢动他 魏少爷 看来你是体了心的 跟我们顾家做事 要是你父亲来说 还有资格 是你 嫩了 你 魏少爷 你要是来捧场的 我们欢迎 你要是来捣乱的 就请你出去 下面我们进行公证吧 然后我们进行公证 jury 去немか 我们进行公证 我们在这儿 陆陆陆陆陆的 我们不必须 我们在这儿 一下 你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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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得肯定 我 他肯定 你得肯定 你得肯定 在承逢继承家主之位后 便将家主之位交给二伯 真行哥 你有心了 不过你放心 等你能力足够之时 二叔再把家主之位还给你 你们这两个不要脸 真是演了一出好戏 回家家主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爷爷 您身体好了 逆子 你可知错 还不跪下 父亲 不知我为何要跪下 当年我并没有爸 传家玉佩交给苗苗 他一直在我大儿子手里 说 你的玉佩是哪里来的 是 是 父亲 你是不是记错了 当年 你把大哥的姨女送出去的时候 一并也将这个玉佩也送了出去 你再想想 你是不是老 你 你这意思 人是中毒死的 人是中毒死的 说 是不你动了手脚 怎么 你要干什么 这你可是顾家 喂 长生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爸 我警告你这可是顾家 长生 冷静长生 我爷 把尸体带走 我们走吧 你们凭什么带走我爷的尸体 就凭我魏家是京城第一大家族 不想死的尽管拦着呀 让他们走 爸 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走了 当务之急 是给顾志晴举办婚礼 拿到基金会的钱和家主之位 发布通告 顾志晴将于七日之内 在地好酒店举办婚礼 届时将邀请京城各大家族参加 知道 正因如此 才需要举办一场盛世婚礼 来匆匆洗 震慑一下京城那些萧小之辈 别忘了 我现在才是顾家的主事人 真的难以置信 顾老爷子就这么死 顾家能稳坐京城第五大家族的位置 全靠顾老爷子 方才我用一丝真气护住他的心脉 接下来就跟他的造化 金针九转之法 是第九针 让生死人肉白骨 师父 失效了 顾家家主中的乃是天下第一奇毒 颜王铁 颜王锁命 就算是金针九转之法 也难以救他命 哎 让魏家后葬他 毕竟他也是淼淼的爷爷 你们走吧 唐生 我亲生父母的死 肯定和顾家二房脱不了干系 你养父母的死 也许他们脱离不了干系 还有爷爷的死 我和他们不共戴天 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不能发生任何事情 我都会保护你和晓晓 淼淼 把手给我 海洋之星 海洋之星 你还留着 我们结婚吧 还记得我给你许诺的 世纪婚礼吗 七日之后 我一定会让你成为 这个世界上 最耀眼的明珠 但是我现在已经 不是顾家的大小姐了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你放心 成为我的女人 你将会无所不有 你还是这么爱吹牛皮 老祖宗 你要结婚 对 以尊上魏长生的名义 给全城哥拉家族发帖 告诉他们我要结婚 哦 对 顺便 给顾家也发一份情提 尊上魏长生 七日后 在地豪饭店 举行世纪婚礼 和我们顾家同时同店 看来这个魏长生 是想跟我们打类台呀 一个魏家 隔了不知道多少代的后人 敢跟我们顾家搅拌 你懂个屁 这是脸面的问题 我倒要看看这个魏长生 他有多大忙的 我说 我说 这里是整个京城最好的婚纱店 但 这里的婚纱应该都很贵吧 没关系 你随便挑 只要你喜欢 我把整个婚纱都给你包下来 牛都被你吹上天了 说大话也不会把自己腰闪着 你也不撒泡尿照着你自己 穿得一身便宜货 你什么态度呀 还说把我们店都打包下来 你当时去批发市场进货呢 你知不知道我们店的婚纱 那都是由国际顶级设计师 高端定制的 可不是你这种 没什么钱的土包 怎么消费得起的 婚纱再贵 我们也不至于 连一件婚纱都买不起吧 来 给你们看看 这件 天鹅之梦 是我们店里最便宜的婚纱 售价 四百五十万 怎么样 穷鬼你买得起吗 常生 这些年我也攒了一些钱 摇摇牙 应该还是能买得起的 哼 打肿脸充胖子 恐怕买完这件婚纱 就要倾家荡产了吧 还有你 买个婚纱还有女人花钱 那么这你是个贼婿呀 窝囊废 小贝塞你敢打我 不知道顾客就是上帝吗 打了你 我还先脏了我的手 你们两个给我站住 走了 还先两个巴掌不够是吗 经理 他们两个偷东西 怎么回事 他们两个不仅偷了东西 还打了我 你别学口碰人 我们就是来买婚纱的 是你 狗眼看人低在先 胡说 他们根本就没有钱买东西 他们就是来偷东西的 来 经理 把你们店最好的婚纱拿出来 你确定吗 我确定 来 把我们的仲夏夜之梦拿出来 经理 那仲夏夜之梦 是由世界第一设计师亲手设计的 要是被他们弄坏了 他们连一根线都赔不起 别废话拿出来 长生 你看好看吗 你一定会是全世界最好看的新娘 好看有什么用啊 不照样买不起 你知不知道这套婚纱价值两千万 长生 太贵了 我们换一套吧 这套婚纱我们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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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泥腿就是嫉妒我 真的永远假不了 假的也永远真不了 有脸 脱衣服 经理 刷卡 就让我来揭露你这个穷屌四的身份 你 你的卡里真的有两千万 先生 这套婚纱现在是您的了 等等 我们出两千五百万 魏长生 你敢不敢跟我赌一局 就赌我们的卡里 谁的钱更多 赢的人拿下这套婚纱 输的人就把钱白送给店家 经理 刷卡 刷三千万 再刷一千万 再刷两千万 我就不信你卡里有钱 再刷四千万 长生 咱们钱再多也不能这么花呀 陈志 再刷五千万 疯了 真是疯了 你继续跟呢 怎么 难道你一个千金小姐 连一个穷脚丝还比不过 把剩下的一个亿都刷了 再跟一个亿 我不信你卡里有这么多钱 这 经理 我刚刚不小心端了一个零 什么 先生 我们 没事 你们这家店是卫家旗下的吧 这张卡是卫家的家主卡 凭这张卡在卫家旗下店铺消费全部免费 另外把这个女的给我开了啊 不然我就把你开了 肯定是卫无言给你的 卫长生 你耍烂 志清 志清 顾淼淼 你也就能得意得了一时 现在我可是顾家的千金大小姐 你不过是一只烂在地里的野鸡 听说你和卫长生要结婚了 还挑了和我同一天 同一个酒店 从小你就爱和我比 但是你要清楚 野鸡不配跟凤凰斗艳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和你真 我也不屑于你真 评说你是顾家千金 就算你是顾家家主 在我眼里 你依旧是一只野鸡 你就是一个跟班的 也敢大双厥词 他给京城所有的家族都发了情帖 不过我听说 不少人都把情帖 丢到了垃圾桶里 这就凭他一个无名小族 影响在弱代的京城掀起风浪 婚礼当天一定要顾淼淼好看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吗 慧大人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顾志晴一旦婚礼完成 顾家就会立马落到他手里 不 会立马落到大人的手里 不错 等他一死 我李家和顾家合一 没有敢于李家抗衡的 魏家第一家族的位置 也坐得太久了 只该换完位置 是 我相信在大人的带领下 李家一定会成为华为 第一大家族的 你现在准备妥当了 京城所有我们家族 都已受到情体 但许多家族都未曾见过老祖宗里 得知老祖宗结婚都激动不已 未能抢到结婚的名额 各大家族都真的头破血流 魏家负责一切 千万别吐什么乱 整个京城都已经进入戒备状态 李正道呢 他在哪儿 龙帅负责地号饭店的守备 地号饭店方圆十里内 到处都是龙帅的战步 李正道 你是四大战神中我最喜欢的弟子 但愿你不要无人歧途 老祖宗 你这是何意 淼淼姑娘 今天你一定是全世界最好看的新娘 我也祝你早日找到你的真命天子 可惜 我的真命天子已经是你的男人了 大愿如此吧 爷爷应该快到了 我下去接待一下 那你快去吧 夫人 您的衣服 你等等 你这个不长眼的东西 知道我这套婚纱多贵吗 不是你一个服务员能赔得起的 我不是服务员 再说了 这条裙子本来就是我的 真是笑死我了 大家都过来看一看 一个服务员竟然说本小姐偷了她的婚纱 怎么了 这个服务员把我鞋子弄脏了 还说我偷了她的婚纱 你不就是那个 假装顾家千金的骗呢 怎么了 没骗到钱跑这儿来当服务员来了 臭婆娘 瞧瞧你这副德性 还不赶紧给我认错 如果你把我鞋舔干净 兴许本小姐会放你一马 顾芷晴 你让我帮你舔鞋 你做梦去吧 来人把她扔出去 慢着 你竟然敢打我 我可是顾家的涨房千金 今天各大精足够的人都会来捧场 我看你是吃了雄心抱自打 打的就是你这个破烂货 把衣服给我脱了 这件婚纱是我买的 我凭什么脱下来 你买的 真是够不要脸的 野鸡就是野鸡 就算飞上枝头也不可能变成凤子 我们为一家美卖出去一件高定婚纱 后面都会有编号 而你身上这件种下业之末 后面的编号显示购买者是顾淼淼 是真的吗 我怎么不知道 刚刚 是你下令把我老婆丢出去的 是又怎样 好 既然婚纱是偷我们的 给我把它扒了 扔出去 差不多得了 今天是顾家的婚礼 顾家 今天也是我魏长生的婚礼 可笑 你不过就是站在魏无言背后的一个无名小卒罢了 不错 顾淼淼 你永远都只是我顾芷晴的陪衬 有我魏长生在 淼淼不可能成为任何人的陪衬 他会是这个世上最耀眼的名字 无言 把他给我扔出去 来啊 干嘛 我可是顾家的找房千金 而你魏家的继承人的身份已经被废了 你算什么东西啊 就算我魏家继承人的身份被废了 但我依然是魏家家主的儿子 来人 带走 放开我 放开我 你有本事一辈子躲在魏无言身后永远不要出来 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到我们的靠山 你口气不小 我听说你厚着脸皮给各大家族都发了情帖 想必现在他们已经把你的情帖当成垃圾扔掉了吧 就凭你也没给魏家发情帖 你知不知道京城有多少人为了得到这张青帖 争得头破血流 顾家已经下令了 谁敢参加你们的婚礼就是跟我们顾家为敌 我早晚会要把你踩进一坑里让你延灭几时 我奉黑到底 老爷你的婚纱混着不及 那个张女人穿我的婚纱怎么能给夫人穿呢 赶紧联系魏家旗下所有婚纱店立马送一间一模一样的过来 老老你去准备一下我许给你的世纪婚礼很快就会兑现了 长生我不想要什么世纪婚礼我只想要你平平安安的就好 好 祖宗外面各大家族的家族已经到了 没有您的命令他们不敢进来 让他们都进来吧 顾长生你还干什么 当时和你们一样来一些宾客 顾家已经下令京城任何家族不能参加你的婚礼 你还是好自为之吧 顾家是京城五大家族 京城谁能往顾下的话好几年 你要不加一家属道 叔叔辛苦辛苦你了 大家好 去 哎呦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感谢感谢感谢 哎有请有请有请 辛苦辛苦辛苦 你要请的人呢 该不会一个都没到 京城第一家族 魏家家族道 哎 干 战神家族 哎 陆家家族道 哎 好好感谢 战神家族 李家家族道 魏翔车 你们看到了吗 四大家族都到 我顾家 不愧是京城五大家族 惊喜吗 意不意外 四大家族都到了 说不定 四大战神也会来哦 真是天佑我顾家呀 想我华为 从没有任何一家家族 有此牌面 看来我们顾家要崛起了 哈哈哈哈 这就是牌面 这就是底蕴 我顾家签订结婚 京城四大家族和四大战神 联合庆盟 一个无名小族 你拿什么跟我争 你竟敢把宫礼 选在于我们顾家同一天举行 你真是自取其努 听说京城的四大家族 和四大战神今天都来了 是真的吗 四大战神可是我的偶像 当然 你如今才是顾家千金 顾紫晴 待会儿你给我好好表现 要是失了体面 我扒了你的屁 我一定好好表现 不给顾家丢脸 土包子 你吓傻了吧 我顾紫晴的婚礼 京城四大家族 和四大战神同时来祝贺 我说过了 野鸡就是野鸡 永远飞上枝头也变不成凤子 顾家千金 我看呀 不过就是一个冒牌祸罢 今天所有的一切 我要与你们一群所长 贵长沙 你疯了吗 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矛头小子 你可知道 得罪了这些贵客 就算有魏无然保密 你也会死无葬身之地 作为东道主 我要进我的宾客有错吗 魏长沙 你不会觉得这些宾客 都是冲你来的吧 小子 有些玩笑可以看 有些玩笑 开了会死人的 各位叔叔佛 怎么不进去啊 要是顾家家主顾客想在的话 我还给你三分活命 只能你一个后审 这边两块拿带着去 难道你们不是来参加 我们顾家的婚礼的吗 顾家千金的婚礼 我们也配 那你们是 不 你看 难道你们都是来参加 魏长生那小子的婚礼的 混账 尊上之明 其实你能够知乎的 什么 他 他 那他干嘛 赶紧展开 长生 他们 都是谁呀 他们哪 东京战士挥问天 向师傅请 南京战狂 陆元哥向师傅请安 习近战狂 武师向师傅请安 北京龙帅李政道向师傅请安 他们都是四大战神 他们叫你师傅 好了 今天是我们俩大起的日子 各位就不必多礼了 都起来吧 他们可是华为四大家族的组长 他们向你下跪 你到底是谁 神将魏无敌是我 雕刻大师魏子刚也是我 神医魏友真还是我 我是四大战神的老师 也是华为第一家族的老祖宗 我就是一个老不死的 是一个几千年都没有谈过恋爱的老孤独 这样的我 你还爱吗 还愿意嫁给我 我不管你是谁 只要你是我姑淼淼的老公 小小的父亲就足够了 这些都是假的吧 你们都是卫长生起来的演员吧 一定是你们搞错了 卫长生就是一个从冬村出来的土豹子 不可能是你们嘴里的什么尊胜 有些事情该彻底清算吧 淼淼 我要为你拿杯属于你的东西 护家家属 你可以出来了 敌人你怎么还活着 阎防天下绝无活口 只要是我想救的人 就算是阎防守 我也能从他手上躲下来 看着我的眼睛 你真的是顾驾掌房之女 说 这块鱼病是他们给我的 他们拼我签了卖身契 让我冒充顾驾欠金 我是被逼的 你先拥我不光了 逆子 你还不跪下 诸鲨鲨鲁肉亲胸 天理难容 那可是你亲大哥呀 亲大哥 你可老不死 你对大哥万般喘 早就想把家主之类传给他了 他再是一天 我就一天不能上位 就算如此 你也不能对你大哥下如此毒手 他早就应该死 你说 我的养父母是不是也是你杀的 是就这样 要不是去年前你逃婚夺过了一切 你一走就死了 你自裁吧 都遭我的事 大人 大人救我 你哪里走 是 叫大人也没有用 师父 杀他遭您的手 弟子带了我 路上上 这事跟我没有关系 我没有杀人的 威胁我妻子放假 我女儿 就这两项 你已经够一死一万了 把他给我拉下去 多谢尊上 帮助顾家铲除叛逆 我正式将家主之位传给淼淼 淼淼 爷爷亏想你很多 顾家就交给你了 以后带着顾家更进一步 老皮疯不及 师父 他们该如何 淼淼 我们从小到大一只都是好警呗 帮我求求情 我不想死了 顾知情 从小到大 你百般羞辱我的时候 可曾顾念过我们的姐妹情 妹妹 我从未想过和你争 从来 都是你自己在和自己争 长生 你就放过他们吧 从此 把云城顾家贬为庶民 让他们普普通通的过一辈子 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惩罚了 就照你说的办 老祖宗 即日是你大空之日 就是见了血腥 还是不太吉利 师父 是我唐突了 弟子考虑的不知道 晚辈建议 再挑个连城吉日 就请打货 你觉得呢 就按魏前辈说的办法 夫人不敢当不敢当 真是抬举我的 老祖宗 一月之后正于年轻吉日 公里不如延期到一月之后办 如何 就按魏前辈说的办法 爷爷 二伯死之前 顾家的大部分财产都被转移了 您知道去哪儿了吗 这个我不清楚 这些年 我感觉在顾家的背后 有一双看不见的手 您的意思是 二伯身后还有人 这个你不用多想 或许是我想多了 顾家交给你 我很放心 爷爷 您不是放心我 您是放心长生吧 我废 都是废 既然如此 师父你就别怪我不讲师徒之情 我废家的家 下面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 新郎你现在准备好拥吻你的新娘了吗 阳王铁可是天下奇毒 师父 你能用金针九转之法救别人 可是你中毒了 谁还能救你呢 感谢诸位家主能在百忙之中抽出空来参加我魏某人的婚礼 我在此谢过各位 各位家族早些年的发展虽然离不开我的支持 但往后的发展离不开各自的努力 感谢各位为华为做出的贡献 我在此敬大家一杯 敬余尊赏 佳根 滑 长生你怎么了 长生 长生你怎么ös 让我吵声 吵声 你怎么了 怎么回事 三大战神都倒下了 这是上古奇毒 阎王铁 他由白种聚毒聚合而成 一旦中了此毒 犹如阎王所命 不断无法一致 与龙帅 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倘若师父没有倒下的话 以尊上出神入化的遗述 还可能一致 但是 尊上现在已经倒下了 完了 滑下要天塌了 是酒酒的问题 是你倒的酒 不是我 不可能是我 我怎么可能会害长生 而且我和三大家主无冤无仇 我为什么要害他们 不是我 我说尊上怎么找一个普通的女 不是结婚 嗯 说 到底是谁派你来的 是不是境外势力派你们来华为做奸行 是你 是你给我的酒 而且三大战神都倒地了 就你没有 是你 你一个无权无视的小女子 只不过是解尊上之事 你也配污蔑我 诶 等等 把这杯茶喝了再走 慢点 龙帅 我当初也重无辞 若不是尊上救我 我已经命丧黄泉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是龙帅给我递那一杯热草 放肆 压下去 别人道 到底想要做什么 师父和三大战神一起中毒 现在内忧外患 形势不容乐观啊 我身为华为的唯一战神 理应挑起大气震慑萧小小 稳定人心 从今天开始 我将接管三大战神所有的战部 统领华为各大家族 以应对未来的危机 想要夺权 也要问我卫家答不答应 方圆十里 全都是我的战部 如果各大家族胆敢违抗命令 我只能为了大局着想 把大家都软禁起来了 呸 为了大局着想 我看你是为了一己私欲吧 老祖宗的死因还被调查清楚 就忍不住想要得权 尊上的死因 已经很明了了 就是这个心如毒血的女人干的 李震荡 你朗姿野兴 昭然若见 今天 我就算是死了 我作归我也不会放过你 好 我等着 那你可以死了 不说 多年前老祖宗亲自说你为弟子 然后把你骗成战神 就是这么暴打他的吗 你们卫家凭什么我做第一家族 不就是因为卫长生吗 他若一直隐居在山里 我就忍了 可他千不该万不该 走出山里 我身为战神 我心不甘 同此以后我就要活在他的地上 就凭我可以轻易捏死你 你的一切都是我可以的 你有什么不满可以和我说 但你不该动我的女 师傅 更不该为一己之私 是整个华位于不人之地 你当真 我不知道 是你动了手脚吗 我一直在给你机会和心 珍惜 师傅 这不可能 师傅 你不是说你也没有办法抵挡 你让我舔他毒性吗 所以我早早在我身上 布下了九转金针 李正道 你多行不义必自毙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我再弄死你的女人 屁娃子 今天你无论如何也无法活着走出这里 就算我答应你 各大家主也不会答应你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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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 放过我吧 师傅 师傅 求求你师傅 师傅 既然你无情无义 就别怪徒弟心狠手辣了 黄泉路上 有师娘陪伴 也倒挺好